夫妻俩捡了一个诡异婴儿 体貌特征都是正常人 可在短短几天内就变成了十几岁的样子 他用诡异的声线模仿养父母的对话 饿了就一直尖叫 直到两人为他倒好麦片和牛奶为止 这是被困在九号房的第98天 眼前的这个男孩正是杰玛从纸箱中爆出的那个婴儿 他不仅长得快 说话声音也很奇怪 还会模仿杰玛和汤姆的行为 他看的电视画面全是正常人看不懂的奇怪图案 这个男孩仿佛像不骨鸟一般 寄居在了杰玛和汤姆的身边 一天汤姆正在等待来收纸箱的神秘人 他不小心将烟头扔在草地上 草地瞬间出现了一片空地 汤姆心悉发现土地后立刻用手去挖 这里的土地竟然是用胶混合成的 更多后续精彩 请点击评论区置顶链接观看